你们有没有发现黑白花的动物多少都沾点不正常 咱们先说能养的 边木二哈买牛猫 首先边木是聪明的不太正常 仔细想想你在网上刷到过多少能不打破你认知的边木 有能听懂主人每一句话的西卡船长 注意我说的是每一句话 而不单独的是坐立卧行这样简单的指令 有能和主人用语音发生器无障碍交流的边木十一 有跟主人斗智斗勇 偷吃零食 还嫁祸给柴犬的边木初一 所以作为一只狗能这么聪明 这正常吗 其次是二哈 二哈不正常的大家都能理解 你别说二哈了 就连养它的主人都不正常 毕竟没点大病谁养这玩意 反正主人和二哈总要封一个日子才过得下去 不信你看妮可小姐姐 但是我就封不出来他俩到底是谁封的 最后是男牛猫 属于精神不稳定随时发大病的品种 有用爪子去试探灶台温度的 有上一秒用自己的脚挠耳朵 下一秒就抱住脚开始啃的 还有明明躺得好好的 突然起床就开始蹦跌的 他的每一个行为我都无法解释 如果他要是飞机而易开 缺了哪根筋全靠你去猜 说完能养的 咱再说说不能养的黑白花 一 虎精 路上看二哈 水中就看他 不是说虎精傻啊 反而他是除了人类以外最聪明的生物 他的智商相当于人类15岁左右 那为啥说他不正常呢 因为他真的太气儿了 用头盘完了乌龟 非要把人家顶出海面 偶遇魔鬼鱼非要上去给人一大嘴巴 一群虎精抓住了海豹 不着急吃 而是把人家当玩具 一个玩完了再传给另一个 长得我都想为海豹发生了 不是哥们儿咱给个痛快行不行 你这太气儿了 二 斑马 早在4000年前 人类就开始驯化斑马 但至今都没成功 英国人曾经尝试了100多年去驯化斑马 都失败了 因为斑马的脾气实在太倔了 有数据表明斑马攻击人类的次数 比狮子老虎还要多 特别喜欢咬人 咬了还不松口 这时候我再给你听听斑马的叫声 然后再结合一下他的贫气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就不叫斑马 所以说黑白花的动物 多少都沾点大病 你们还知道哪些黑白白色的动物不正常的吗